一下就好了 一下就好了 我帮你了 好不好 都这样了还要自己吃吗 刚刚送小孩去打针 我就回来了 老婆在那里照顾他们 现在冬天越来越冷了 又考虑到要寻大肉 所以要在我们这个新房子上面 建一个火楼 就是我们家以前的老房子 那个火楼呢 现在已经改造了 就没有以前那个味道了 所以现在还缺一个火楼 火楼之后呢 冬天就很方便了 做饭做菜啊 然后烤大肉啊 就离不开那个火楼 所以火楼在我们农村来说 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房间吧 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厨房 所以今天我们要弄点这个砖上去 先把柱子做起来 这个那边已经有点 一边的那边就 要给大家看 这个好处 水面 我现在去拿到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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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拿到柱子 我现在去拿着柱子 我现在去拿到柱子 我现在去拿到柱子 老婆她们应该打针打好了 现在去接她们 你弄眼睛 你弄眼睛去了 走了 放下 现在去打针了 痛不痛 痛啊 就哭了一下下 就哭了一下下就好了 你会蘸它 还会补在那边 好温度一下 我的呢 我的呢 对 我的呢 有两个笋子 鹅蛋要不要 那是鹅蛋吗 有点辣 就是不在家里面的一笋 马香 要不要 什么药 不要 好荡 蛋的不药 要面条吗 我当时从北天城 要面条吗 所以她回来 早上起废了 要面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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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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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刚才来今天没搞什么 这是 谢谢 谢谢 旦来 我们做个火锣 吃饭做火锣 那煮完够了 那要好 那说好就要开 那你别拿去鸡饭做鸡饭 要做几天好鸡饭 看天气来 现在天气冷 我准备等你也要冬天 然后冬天再火锣 把菜留一点 还冷了就 那去鸡饭做鸡饭 然后呢 洗吧 两个多 可以鸡饭 一会儿过年